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18集 我来看你来了 许清安仰头喝了一口酒 想了想 外公 被追向汇报一下工作 燕景帝死后 龙气溃散 大风岌岌可危 巫神教 佛门 还有五百年前的那一脉 都在觊觎龙气 经过一个月的游历 我收集了三条至关重要的龙气 一道散碎龙气 见证说 散碎龙气可以不用理会 只要把九道至关重要的龙气集齐 那些散碎龙气会自行聚集 不过 我估摸着 其实不一定要集齐九道龙气 因为难度太大 只要其中一道龙气被敌人找到 并带回大阪营 我就根本没有办法 所以 应该是尽可能地收集龙气 来稳住大厦江青的大风 比如超过一半的龙气收集到手就够了 又或者 监政在其中另有谋划 他实在太深不可测 如果未攻你还活着 我就不用那么苦恼了 许清安又喝了口酒 伴随着轻轻的叹息声 您的卷区并没有给大风带来好的变化 虽然监政和赵首说 你为中原争取了时间 这一路走来天寒地洞 看到的尽是些不忍目睹的事 星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成不起我呀 我会试着豁出去改变这个局面 把大风从灭亡的边缘拯救回来 却同样关乎着我自己的性命 大风一旦灭亡 身怀半数国运的我 也会随之殉国 有时候会觉得迷茫 不知道路该怎么走 如果您还活着就好了 对了 我终于和果实双修了 他已经是我的道理 但现在他应该恨不得一剑戳死我 真是个猫老虎啊 我以前纯粹是缠果实的身子 他实在太漂亮太迷人了 这段时间的双修 让我对他有了一些不同的感情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 先上车后补票吧 唯一的苦恼是 他对我的其他女人不太友好 偏偏我压不住他 等他平息夜火渡劫之后 便是一品陆地神仙 想想就感到绝望 或许 林安他们更绝望 好吧 风流好色是我的错 为公您这样的大情声 能理解我吗 通过恢复修为 他到三品巅峰 便能与木南枝双修 凭我出众的魅力 他断然不会拒绝 但我并不想拒去他的领域 或许 上古道门的房中书 能解决这个烦恼 让我们互惠互利 还有啊 怀情性子也很强势 而且霸道 我昨日去见他 硬是被他以身子不便为有 当在屋外半个时辰 你猜 后来我怎么见着他的 不说 林安那边我还没去呢 他这才见我 要是让他知道 我先去找了林安 许其安盘坐在地上 背靠着床榻 喝酒的同时 回头看了一眼委员 抱歉 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 搜集召唤中的材料 行事让我不得不 把收集龙器放在第一位 换成以前 我会选择先复婚你 现在 我选择先救国 这是我必须要扛起来的责任 你当初习武是为了踏入三品 为了带皇后离开京城 可后来你真的拥有了 俯视苍生的修为和权威 你却选择留在朝廷 感心当远景帝的棋子 当一个帝国的封部教 世上安得两全法 不负苍生 不负清 许其安收回目光 继续喋喋不休 我新收了一个徒弟 叫苗有方 自治一般 但很有侠义心肠 梦想是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侠 我当时突然觉得 我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因为当初正是你给了我机会 给了我这样一个 无亲无故的人机会 才有现在的许淫罗 你为朝廷培养人才 我亦是如此 卑宫 这是你给我的传承 话说完 一壶酒也见底了 许其安撑起身子 在床前坐椅 行完一礼 离开密室 他一边维持着 一星换斗的能力 不让自己的气息 外泄半分 一边借助法罗 联系上孙玄基 单方面联系 他言简意该的说了一句 楼底一见 不给孙师兄回复的机会 切断了通信 孙玄基来到第一层时 正好看见许其安 揉着五师妹乱糟糟的头发 你在四天街好好等我回来 不是不想带你一起 还是那样太危险 你也不想年轻轻的没嫁人 就一年早逝吧 许其安感受着指尖发丝的顺滑 钟离看起来不羞蝙蝠 头发凌乱 常常给人一种 不注重个人卫生的印象 但是头发顺滑 身上也没异味 其实很爱干净 钟离没抗拒许其安的摸头 小声辩解 你的气韵可以抵消厄运 我未必会出事 钟师姐 你身为女子 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许其安沉声说道 难道你忘了雍州城外 很远大师滚烫的肉汤了 忘了地宫里的遭遇了 忘了你在我家的种种倒霉遭遇 但你现在有龙气半身 加上原本的气韵 许其安瞪他一眼 你还不服气 钟离低着头 瘦气包的委屈模样 不敢说话了 许其安这才看向孙玄机 孙世兄 劳烦你带出京 他怕国师还在京城地界巡视 一旦遇到国师的小泉泉 会垂他胸口 垂到死的那种 换位思考 如果谁让自己射死到这个地步 许其安也会抓狂 孙玄机恩了一声 看了一眼钟离说道 话音方落 许其安已经递过来执笔 孙玄机顿时失去了表达欲 抬脚重重一塌 传颂阵法亮起 带着许其安消失 师妹 你是想早些晋升四品 好帮他抵御将来的危机 钟离文声侧头 看见门口探出杨千焕的后脑勺 嗯 他老实地恩了一声 真是多事之秋啊 杨千焕太极一声 唉 等我处理完京城的事 也得走一趟江湖 坚政老师给我安排了任务 许其安这狗贼虽然讨厌 毕竟相交一场 能帮还是得帮 钟离好奇地问 杨师兄在京城还有何事 杨千焕低声说道 这是秘密 但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些 嗯 和捐款有关 钟离恍然大悟 哦 杨师兄又想捐出四天欠 所有的财产 这 你怎么猜到的 不不不 我没这么想啊 你别冤枉我 杨千焕 雨无伦次半天 颓然说道 唉 钟师妹 你记得给我保密 我准备打 坚政老师一个措手不及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感谢